美国政府为了维护美国科技垄断和霸权地位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不择手段地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 这是对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完全否定 也戳穿了美方所谓公平竞争的虚伪面目 我们希望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力打压 为中国企业经营投资 提供公平开放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